在最近这些年的娱乐圈中 每年都会有新的他房明星出现 不管是一线明星还是十八线明星 只要是他起房来 那都是毫不相让的 而要说最让人感到惋惜的他房明星 那应该就是李小璐了 要知道李小璐在他房前 早已是圈内的一线女星了 要颜值有颜值 要演技有演技的他 却因为深夜做头发的事件 导致他原本幸福甜蜜的家庭彻底支离破碎 在事业方面也是彻底毁了 自己还犹如过街老鼠般被网友们人人喊打 让他在娱乐圈彻底混不下去 葬送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李小璐是属于童心出道的女星 在娱乐圈闯荡多年的他 很快就在娱乐圈火了起来 之后经过董璇的介绍 李小璐在一个饭局中认识了加乃亮 那时候的加乃亮才出道不久 属于是十八线的演员 可他在看到李小璐后 却对李小璐一见钟情 深深地迷恋上了他 当李小璐主动跟加乃亮说话时 加乃亮整个人都激动得不行 等到吃完出门时 只要是李小璐出现在加乃亮的视线里 那么加乃亮走路的姿势就是顺拐的 从加乃亮的言语就能看出 在刚认识李小璐时 他的内心就已经被李小璐给俘虏了 再明白自己对于李小璐的爱好 加乃亮就很果断地选择追求李小璐 不管两人身份的差距 坚持用他的真心感受李小璐 最终加乃亮也是成功感动到李小璐 等到2012年时 两人终于领证结婚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李小璐和加乃亮的生活是非常恩爱甜蜜的 特别是在女儿甜心出生后 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更是让无数网友羡慕不已 然而就是这种让无数人都羡慕的生活 李小璐却不懂得真心 在某天晚上跟加乃亮撒谎说去做头发 实际却是去跟某位嘻哈歌手优惠 还夜宿在他的家里 这件事被狗仔爆出来后 李小璐的名声也是彻底臭了 加乃亮也是彻底伤透了心 最后这对昔日恩爱无比的夫妻 也只能走到离婚的地步 李小璐也因为出轨事件被娱乐圈封杀 非常的让人感到惋惜 加乃亮和李小璐离婚后 女儿甜心跟着李小璐一起生活 虽说李小璐不是一个好妻子 可她却是一个好妈妈 她对于甜心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 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 李小璐都给了甜心最好的生活 特别是在前段时间 李小璐还突然官宣了一则好消息 这消息一出 立马就让她的评论区炸锅了 原来好消息就是李小璐为了女儿甜心 发布了Make You For I的音乐MV 这首歌是由她自己作词的 是她送给女儿甜心最棒的礼物 在MV中 李小璐还带着甜心一起出镜 大方地展示了自己对女儿的爱 母女的互动看起来非常的甜蜜温馨 这首歌在发表之后 有的网友表示太用心了 真的被感动哭了 有的网友则觉得 李小璐并不配这样做 因为正是李小璐的出轨 才导致甜心不能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的 总之网友们就是各有各的说法 那么对于李小璐这位女星 在退出娱乐圈后 你是否会为她感到惋惜呢 上年时期的那个意识形态形成的时候 是我自己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我爸爸妈妈应该觉得很幸运 因为我没有学坏 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学坏 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在这个圈子里边的很堕楼 或者很社会 很 很 那个物质 很江湖 对 很江湖 但是我都没有 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幸运 我就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在我的保护下 不是那种封闭式保护 而是一种 陪伴 隐形的翅膀 毕竟 是